上视频和大家分享了 PS5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更多的热量 至于说是否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各位自己选择吧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良知的这款PS5专用的散热器 如何使用 使用效果的一个简单初体验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产品 它是一个三风扇的外置散热器 是装在PS5后面的 它这个下面有一个USB3.0的接口 另外它也预留了一个USB3.0的接口 PS5后面有两个USB3.0接口 可以用来接U盘或者外置的移动硬盘 预留这个3.0的接口还是比较贴心的 它这个三个风扇是有灯的 回头我们看一下 上面还有一个风量控制 一共三个档 左侧这个档是关闭 正中间这个档是低速档 最高这个档是高速档 转速越快 噪音就越大 散热效果越好 安装方法是很简单的 这个USB口朝下 上面它有一个卡扣 把下面这个USB的弓头插进去就可以了 这两个是USB接口 把这个USB插到上面这个USB口 上面还有一个锁槽 把这个挂钩扣到这个槽里 我先插入USB 灯就亮了 然后上面我再一按 再推一下就可以了 还是挺结实的 我手放在这能明显感觉到很热 把灯关一下 看看灯效 这个噪音呢 挺大的 但是不是那种刺耳的大 没有什么滋滋啦啦的声音 就是风扇的声音 然后通过这个位置可以调节 这是关闭 这是中速档 中速档能明显感受到它的转速慢 虽然转速慢它也是有很多热量出来的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这个用低速档就可以了 因为PS5它自身是有风扇的 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风扇 PS5它自带的风道是这样的 从上面进风 从前面进风 从后面出风 我们用手指摸网线 还有HDMI这个附近的面板 它是很热的 上面其实也很热 PS5它自带的那个散热器的风扇 是没有什么噪音的 就算是玩这种级别的游戏 它的风扇噪音并不大 远低于光驱的声音 我们经常听到的声音 其实是光驱的声音 呜呜呜的 真正它PS5自带的那个风扇的声音 我好像没怎么听到过 特别明显 只是很低转速的声音 很安静 即便是很热 它也是很安静 这时候如果加上一个这种外置的辅助散热器的话 它可以主动的把里面的风给它抽出来 给它带走 这是一种辅助的主动散热 我现在并没有玩游戏 只是在游戏的主界面还没有进入 它这个热量已经很大了 我的手心放在这个位置 能接受 但是能感觉到很热 很不舒服 我这个PS5它是树枝的 立的呆着 有很多同学的PS5它是平着放的 我问过客服 这款散热器也是支持平放的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最后总结一下 那这款良值的PS5专用散热器 有没有必要买呢 对于有一部分用户 你玩游戏的时候出现过 或者经常出现PS5过热 而且客服说这是正常现象 那我建议你买一个试一下 看看能否有效的缓解 或者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提示的玩家 可以买也可以不买 因为PS5它本身就是一个产热大户 这个热对这种电子产品是不好的 会影响寿命 如果你爱起你的PS5 可以给整一个这个 在必要的时候开一下 那为什么不买也可以呢 因为PS5它自带了这种散热机制 如果你不买的话 它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那没出现提示 又可以顺利的玩 虽然热一点 那热一点就热一点 我估计很多人也不是说 一天玩12个小时 或者七八个小时的玩 像我每天也就玩一两个小时 顶多一两个小时 像这种用户买不买其实都可以 视频中介绍的这款 良直的PS5散热器 在我的橱窗有售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们有参考帮助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